犀牛是犀科动物的统称 目前现存的同棵种类中 包括白犀、苏门达拉犀、黑犀、爪哇犀以及印度犀 种类虽多 但目前全球数量却不足27000只 其中生活在非洲及亚洲野外的犀牛数量为25000多只 2000多只在动物园养殖 而且数据仍在逐年减少 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在过去 我国其实也是犀牛的原产地 直到1972年 中国最后一只犀牛被人类裂杀 自此 我国境内的犀牛正式宣告野外灭绝 目前 在现存的五种犀牛中 有两种处于激进灭绝的边缘 其余三种也处在受威胁状态 其中 北白犀全球仅剩一只 随时都有灭绝的风险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只毒苗 保护区内 划出看护的军队 24小时持枪保护 虽然它们被称为白犀 但这一物种通体颜色并非雪白 而是呈现灰白色 它们有两个大小不等的角 成年后体长可达三米以上 体重在1.4吨到1.6吨之间 是现存世界上 五种犀牛力体型最大的 而白犀又分为 南部白犀和北部白犀 两者在基因上存在较大差异 它们体型庞大 皮糙热厚 多为群居动物 其奔跑速度 可达40千米每小时 有一定的攻击性 在自然界中有一定的自保能力 即使是面对猎狗 狮子等捕食者 都有能力一敌 但实际上 无论是白犀 还是其他犀牛 它们最大威胁 还是人类 在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地区 韩国 以及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 犀牛角都被很多人 作为传统药材争相抢购 而不少非富即贵的人 也会收藏犀犀牛角 或用其作为原材料 制作工艺品 以彰显身份和地位 由于市场需要的激增 也使犀牛遭到了灭顶之灾 但事实上 犀牛角只是 它们皮肤上的角质层 硬化堆积而来的 主要成分就是角蛋白 和人类的指甲无益 药用价值和收藏价值都很低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 北部白犀便因为偷猎 数量逐年减少 到了2003年 它们野外种群数量 只有5到10只 很多地方均已局部灭绝 而动物在察觉环境恶劣时 它们都会选择停止繁衍 这些仅存的野生北非白犀 或许是预示到了 种群的悲惨命运 也纷纷不再繁殖 2015年 全世界仅剩三头北非白犀牛 一头名为苏丹的雄性 和两头刺性 它们被人类赋予 拯救这一亚种的厚望 为了更好的保护 唯一一只雄性北部白犀 也被切除了膝脚 全部被24小时武装保护 不过 当时的苏丹已经42岁 一般来说 白犀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 苏丹已算进入老年状态 繁殖概率很低 但当时的专家仍没有放弃希望 试图通过人工的干预 用苏丹和最后两头雌性犀牛 繁衍出后代 以延续整个北非白犀牛家族的血脉 但事情并非人们所愿 2018年3月20日 世界上最后一头 雄性北方白犀 苏丹在肯尼亚去世 终年45岁 相当于人类的100岁 目前 依旧存活的两头北白犀 分别是苏丹的女儿纳金 和其孙女法图 由于最后的两头都为雌性 这也意味北非白犀牛 在野外已经彻底灭绝 不过 研究团队也保留了 雌性北白犀的卵母细胞 试图在未来技术允许的情况下 重新复活这一物种 但这无疑也是一项 任重而道远的研究 那大家觉得 北白犀还有救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